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Kevin,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在上一次的The Meteor 101第一个讲的时候 我说了我们随后要做一个demo,一个编程demo 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但是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app 这个app是运行在手机上,也运行在web上 是一个full stack的一个小硬程序,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相当于像instagram一样,我们可以去拍个照片 然后把它分享给别人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个程序,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老掉牙的 一个google的nexus 3 对了,我要说一下,如果你是个developer的话 你不要老想着更新最新的手机,我也不是没有 我这是iPhone 6 但是呢,我告诉你,你做测试的时候一定要用旧手机 因为你要保证在一些不是很高端的手机里边 也运行你的程序比较流畅才可以啊 这个就是我做的,就是昨天了 昨天我花了20分钟时间用Meteor我们开发了小软件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照片分享用的一个软件 软件界面十分简单啊 这是一个啊,对这不是一个web app啊,这是真正是一个app 我现在跑在android上头啊 iPhone也一样,一样跑起来,一模一样的 运行起来以后呢,就是说你可以拍张照片 然后分享给别人,这些都是我昨天拍的一些照片 这都是我们我自己家里的后院 呃,我们的前院,还有猫啊,就我们家里的猫 也有一些,这是我的音乐工作室 呃,也有一些,这是我的啊,我的家庭办公室 平时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做节目 呃,当然也包括别人分享的 比如像这个照片就是网上别的朋友他自己拍下来分享的 那么就这么一个软件啊,我先拍一张看看啊 现在啊,就有一个按钮 叫那个click me and say cheese cheese就是咱们中国叫茄子 因为发cheese这个音的时候脸正好是个微笑的样子 好了,我按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拍张照片 自动启动了这个手机的照相机 啊,我也把它换一下啊,咱们做个自拍 啊,我们就对着自己自己拍一下啊 我,我,我,我把他对着我吧,我自己先来一张 cheese 来来来看啊,就这两张照片 我先把它分享出去 OK,马上,你看啊,这个出现在这个 啊,就这个,这个,这个界界面上了 同时,如果你现在登陆这个网站啊 叫kevinmeteor101.media.com的话 这个照片同时出现在那儿 好,就这么一个app 嗯,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们用你们现在熟的技术 你觉得多长时间能把这个做出来 它包含什么 包含一个跟手机照相机的 手机的这个camera啊 这个camera在这儿 这个camera的这个 操作camera 取图片 然后上传到服务器 云端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同时又下行到你 本地的这个手机上 啊,同时还要给其他的手机的app的用户 也要去广播通知他 有个新照片来了 啊,同时还不光手机了 我们web也是一个同时在跑的一个 啊,这个客户端 是web的 嗯,mobile的 都要同时去通知他 而且还可以删啊 我这还还有一个功能忘说了 你你点一个这个这个照片 你还可以把它删掉啊 你比方这个这个照片 啊,就是我们家后院那个 呃,橙子 树什么那个 有个橙子树 我点一下 还可以把它删掉 就要把它删掉了 这些功能我都需要把它做出来 你们觉得要多长时间 啊,我告诉你我用多长时间吧 其实也就20分钟 这20分钟时间还不只是代码 我我等会做弹幕时候 要20分钟把它做完 实际上写代码时间也就10分钟左右 一共不超过20行程序 嗯,20分钟的话 其实包括了这个安装啊 包括给一些解释的时间 所以挺惊人的哈 因为想这样一个软件 也不是那么容易把它做出来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20行代码就可以做到这样一个软件 而且是跨平台的哦 我写一次20行代码 可以同时跑在iPhone iPad Android Web 几乎我能想到的这些平台 还包括Windows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啊 嗯,都可以跑 所以你想想这个工作效率 这个是只有Meter可以做得到 好,下面呢 你就不用看我了啊 我们就把画面切到这个电脑上 我们就在电脑上来看我怎么来做 你们也可以跟着我来做啊 你们可以跟着我来做 来看看这个东西多么的简单 好的,我们首先来从安装开始 当然在安装之前呢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开发环境 也就是我的开发环境吧 用的是硬件是一个Mac Pro 苹果的这个Mac 要说的是 目前Meter还不能官方的支持Windows 这个他只能支持Mac和Linux 这可能在硅谷比较常见 因为在硅谷好像用Windows开发代码的人 比较少见 基本上标准配置就是一个Mac Pro Windows在这边比较常见的被认为是这个 这个玩游戏的机器 所以你如果写代码 还拿一个Windows机器 可能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工作态度不太严肃 一个专业性有怀疑啊 你也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当然我认为这是偏见了 我认为微软的硬件和云服务做的都相当不错 我的terminal就是这个Mac自己带的terminal 就是这个terminal 我们很多命令需要从这来敲 sublime test是我用的代码编辑器 这个取决于你的爱好 有的人喜欢用WebStorm 有的人喜欢用Sendry Notepad++ whatever都可以 我自己是使用sublime robomango是一个mangoDB的GUI界面 你可以快速的去查询 修改啊 这个数据库的结构 这个方便于你使用命令行还是快很多 我比较建议大家使用 github代码管理 chrome是我们的浏览器 是我们的调试器 我们可能大部分时候是在chrome和terminal 还有sublime test编辑器里边进行的工作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就需要安装Meteor 这个是在我们的命令行里 就是在terminal里完成的一个工作 安装很简单 就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你也不需要记住啊 你就需要走到我们Meteor.com的 我们的Meteor官网首页 这有最大的一个钮 就是Install Meteor 这有一个命令行 你就把它copy过来行了 copy到你的terminal里边去执行它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对吗 对好 OK 就是这样一个命令 我们就完成了安装过程 好 只过了一分钟 我们的一个Meteor安装过程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输出界面啊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安装完成就表示说 你的web服务器 你的编译器 解释器 你的数据库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以及整个的一套英雄实科库 全都已经安装好了 没有任何需要配置的工作 如果你以前安装过其他的这个技术站的话 像LMPR或者Windows IIS的开发环境 你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首先让我们建立一个新代空文件 新代空的像Hello World的这样一个程序 就用MeteorCrate这个命令来做 我们把它叫demo 好 它告诉你了 这个建好了 我们就按它说法 cddemo 然后Meteor 就可以去运行它了 也就是一样 几秒钟以后 它告诉你 看它已经说了 App running at HTTP localhost 3000 我们把这个ur copy过来 到我们的浏览器里边 我们输入这个地址 好 我们看到这程序已经开始跑起来了 叫Welcome to Meteor 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程序 它程序运行起来很简单 显示一行字 然后有个按钮 你按了以后 这个地方告诉你 你点多少次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相当于Hello World的这么样一个程序 我们等会儿会在这个程序的基础上不断的修改它 直到变成我们要第一个demo list 就那个照相分享那个软件 我们用20分钟来完成这个过程 在改动任何代码之前 我们先得需要安装一些包 这些包呢 一个是让我们可以用 我自己更喜欢的这个CoffeeScript和Less 来代替JavaScript和CSS 另外就是我们还需要装一些来适合移动开发的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最终会跑在移动的这个手机上 那么就需要安装一个Meteor Cordova的 这个PhoneGap Integration的Plugin 安装很简单 我们先可以把这个这个服务器停掉 Ctrl C就把它停掉了 停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安装这两个包 一个是CoffeeScript和Less 安装的命令十分简单 我就直接就敲就可以了 就是Meteor addCoffeeScript 这个命令就可以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项目里面 安装CoffeeScript这个包 那么同样呢 我们安装这个Less CoffeeScript是一个可以编译成为JavaScript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种描述语言 Less呢是一种CSS的改进 他们都是对JavaScript和CSS改进 为了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出错的情况 以及完成很多以前很麻烦很难写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个Meteor Cordova PhoneGap Integration 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编写一个 Hybrid Application 就是混合型移动应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它可以让你在HTML5和JavaScript写的程序 可以在一个叫PhoneGap的一个环境支持下 像Native App一样原生代码要运行于这个手机上 这个细节我先不讲 我们以后有专门题来讲这个东西 安装过程很简单 我们就看这个有一个网页叫 这个GitHub上有它的这个项目叫Cordova 如果大家想进入这个网址的话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 就这个网址 大家记住这个网址 你们可以等会去看一下 好我就不看了 那么就安装过程 我们再看一下这有几个 如果是iOS怎么安装 需要安装S Code 如果是Android怎么安装 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我们现在装Platform 这个Platform就是说 你现在想让你的程序运行在哪些系统上 这里给你提供了iOS Android 如果你想让程序跑在iOS上 你就运行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同样如果想让你的程序跑在Android上 运行下面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都运行 我们先以Android的为例 快一下 先以Android的为例 好 这个命令考过来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就去安装 Oh sorry 我还要先安装这个SDK 因为我这个还没有安装这个Android的SDK 这个可能费一点时间 没事 我先跑 然后我们暂停一下 然后等会接着来 OK 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等待 我们的Android的开发平台已经装完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界面 已经装完了 但这个还不这个不是Meteor的部分 这属于是完全是Android的一个东西 然后装完了以后 它呢我们就可以运行 刚才我没有运行成的那个命令 就是Add Platform Android 这会比较快 很快就完了 Yes OK Adding Platforms Android成为我们的一个开发平台 等会安装IOS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输入这个Add Platform 然后是IOS就可以了 好的 安装完了 好了 我们现在马上可以demo一下这个Android的运行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用模拟器来模拟一下 同样 就是刚才咱们这个App Hello World的这个App 我们如果运行在这个Android是什么样 运行一下 你看这个命令很有所不同 刚才就做Meteor就完了 那是运行Web Application 现在我们运行Android 我们就敲Meteor, RAM,Android 这个时候让你看它就开始安装一些 Coldova的Plugin啊什么的 第一次啊 以后就不用了 不用等了 然后它会启动这个Android的模拟器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Android手机 运行这个经过编译后的 这种Hybrid混合型的这个移动App 内容跟我们刚才跑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好很快就起来了 这个就是模拟器 OK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提醒我一些问题 不管它 模拟器再启动 如果你有一个真的Android手机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进入Debug模式 然后把USB口插到你的电脑上 那一头插到你的手机上 那么同样这个程序呢 就可以运行在你的真实的这个Android手机上 好开始运行了 这是一个启动画面啊 我们可以修改它 但先不管它 看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App 点一下 一样可以工作 跟我们这个Web上一模一样 还不错吧 那你要说如果是你有iOS怎么办 其实是一样的 关掉它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改成iOS 那么你刚才写的那个程序就可以有一个iOS的版本了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工具 我们开发一个软件 那么你还要需要两个 两个team 一个team开发iOS 一个开发Android 那么工作量基本是double 因为它们没有什么可以共享的代码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个Meteor 以及这个PhoneGap 技术的话 我们就如果你想增加一个新的平台 你只要加两个命令就可以了 一个是安装这个平台 一个是run这个平台 我们现在run这个iOS Meteor runiOS 就是在一个iOS的模拟器上 来看同样这个程序 在iOS手机上跑什么样子 基于同样的原因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iPhone的话 你可以把它用USB插到你的手机上 插到电脑上 你这个程序就可以在你的真的手机上跑 而不是模拟器 那我现在用模拟器 因为一个是我不想再切换摄像头去照我的手机了 所以咱们的模拟器上跑 好这个就是iOS模拟器 看着一模一样点一下也是能工作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 我们的代码可以在iOS和iOS上 你就会想都能跑 我们现在做了这一步 下一步可能我想马上代码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一个feature叫做HotCodePush 叫热代码推送 我可能写在这儿了应该 就是这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运行一个程序 比如像这个移动程序 这就是个手机 我们也有web程序 就在这 不不在这 在这 不在这 我们这个web程序 当我们修改我们的server端代码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重启server 也不要求用户重启浏览器 也不要求用户在手机上去下载一个新的app 因为那个消耗时间很长 尤其在手机上 当你修改iPhone的这种app 如果你有新的版本发布的话 你还要去提交给这个apple的app store 他要去做这个审核 那么两三个星期就会过去 用户要等两三个星期才能得到你的版本升级 这个很要命的 尤其是这个新产品的没有定型的那个时候 所以呢 这个HotCodePush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们现在试验修改一下代码 我们打开这个sublime 我们打开这个目录 稍等一下 打开这个文件 这是我喜欢用的编辑器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通向喜欢的sublime 这是我最喜欢的编辑器 我打开四个窗口 可以同时开四个页面 我们就打开这咱们的原文件 一共就三文件 这个程序很简单 CSS HTML 和JS 基本就是这三个文件 我们现在把它改一下 如果把这个文件 我改成Welcome to Meteor 101 我们如果把它改成这个 我只要存一下 好了我们再回来看 看这个程序就已经自动的变成Meteor 101 没有重启也没有升级 没有要重新去下载这个APP 那么Web端也一样 就是W1 那这个 这个是十分 应该是很得人喜欢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 让用户可以在零等待的时候 我们就随时的把这个代码推送给用户 用户甚至于都不需要重启 也不知道这个系统已经升级了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代码推送功能 我们刚好到这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下面呢 要准备开写代码了 不过在写代码之前呢 我们还要装一个照相机的Plugin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呢 刚才我们也代摸过了 是需要让大家用自己的手机里边的摄像头去拍照 然后去分享 那么这涉及到一个操作硬件的东西 那这是有一个Plugin 是Cordoa的Plugin 我们现在要装这个Plugin 也是很简单 回到我们的这个命令行 首先把它停止下来 也是Meteor Add 一个照相机的这个Plugin 是这个RMDG Camera 这个Plugin是专门为了让这个我们的软件 可以操纵这个设备的这个照相机 这个还不只是一种设备照相机 因为PhoneGAP 也就是Cordoa 它是一个多种硬件适配器 你只要装了以后 基本上是 是Web的PC的Camera 或者Android的iOS 全部都可以使用 好了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需要的安装的这些包 就已经全部都安装完了 那后面的工作呢 基本的全都是在我们的代码上工作了 我们准备开始要改代码了 我们准备开始要改代码了